大家好 我們來看一下著啊 應該是 《桌球業》裡邊 在美國加州 在我們的那個西南方向 一個叫 El Central 那個地方啊 發生了 在25分鐘之內 發生了13次地震 最強的地震呢 是4.87 我們來看看是怎麼一回事 怎麼一回事 我看得像一粒虎車一樣的 一長串的飛碟在地上走 在地上走 虎車在地上拉著走 這一長串的那個 飛碟 像虎車一樣的在地上 在地上走 在地上走 在地上走的時候 刻刻斑斑的 刻刻斑斑的 就發生了地震 刻刻斑斑 刻刻斑斑的 就發生了地震 這個是飛碟在做測試 在做測試 我們前面講過 外星人在地裡邊 打了柱子 打了柱子 但表面上的地 還是比較 比較疏鬆 比較疏鬆 所以呢 那個飛碟來測試 表面上的飛碟走 如果在地上怎麼樣 那個飛碟就像虎車一樣 在地上 一長串的走啊 走的是地上的 刻刻斑斑 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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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們 地底下 打了鋼筋混泥土 但表面上那個地方 還是比較疏鬆 發生了地震 由此可見 那個地震的 一個深度 是很淺的 一個深度很淺 而這個地方在哪裡呢 在美墨邊境這邊 我呢 前兩天呢 我說去過那個 叫中立泉 去那邊 然後呢我說離那個 一個叫 塑的海 內海 很近 你看它像個腳印一樣的呢 這邊就是一個 腳印一樣的 就是 一個內海 然後呢前兩天呢 我去了哪裡呢 就去了這裡 就在這個地方 這是地震的在哪裡呢 在這個地方 這條白 一條線呢 就是美墨邊境 在美墨邊境 靠近 美國這邊 就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 飛力啊 在地上 凸行 一串的飛力 像虎吹一樣在地上走 看看地上會 產生什麼一個情況 剛才我那個地圖示意圖呢 看的比較清晰啊 然後呢 我看那個圓文當中啊 那個圓文當中啊 也有一張地圖啊 對這個圓文當中 也有一張地圖啊 圓文 因為它是彩色的吧 看到嗎 地震的是紅點 前面我 我說所有的海啊 我那個前面看的是個黑色的啊 就是這個 這個藍色的 就在這裡 中立圈 在這裡啊 原來還是飛力引起的 還是飛力引起的 就測試 看那個表面的鬆土 引起的情況怎麼樣啊 這裡邊呢 我提到了一條啊 說那個地震呢 震源離地面很近 很淺 對吧 這就是一個特徵 它們沒報導啊 你們可以 可以去看看啊 因為在地面上凸行呢 所以呢 不會引起那個 海邊上的海嘯什麼之類的啊 很淺啊 海嘯一般來說 只住在 一般住在海底比較深的地方 如果發生 海底爆炸什麼之類的 才會產生海嘯 是這麼一個情況 好 再見